大家好,今天是2017年12月29號 在 11月28號的時候,我從家裡的後面移了一棵 這麼大顆的櫻花樹,把它移到前面去 那要斷根 這樣剩下的斷根呢,我們拿來接櫻花 我們試著去接櫻花 拿櫻花的根來接櫻花資料,來嫁接 那我們將距離達技點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這邊看到的呢 這一棵呢,是直接的 用根來接的那個周幅 11月30號接的 那這個呢 11月29號接的寒菸 都是用根接的 但是 我根接的6支 結果全部都失敗 那今天要跟大家講說,這個根接 非常非常的不好接 失敗率很高 像我如果接 同樣呢,我們用 一般的織接方式呢 我們用 樹織接的話呢 它的成功率呢 接活的成功率,幾乎接近百分之百 那這一個呢 各位看到這個呢 我嫁接之後呢 也一樣呢 同樣的手法接的 也是有套袋 但是呢 同樣時間接的 就是接不起來 這些都已經乾掉了 這些都是乾入料的 接的6支全部乾掉 那我們今天 影片呢 跟大家介紹呢 就是要跟大家講說 櫻花的根呢 很不好接 那有興趣的朋友呢 你想去試著去接的人呢 可以去嘗試看看 謝謝收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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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